新山高中管乐队每年都会在寒假期间举办寒训活动 不过今年还有来自新庄高中的孩子一起练习 双方的教练就期待孩子们在没有课业压力的寒假期间 可以积极为兴趣努力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际交流以及全国赛的考验 学生寒假期间来自新庄高中管乐队的学生 与金山高中管乐队进行围棋三天的寒训交流 在寒训的最后一天 双方带来合奏成果展展现双方交流 以及互相学习的成果 而新庄高中的教练表示 新庄位在都市区刺激太多 学生不容易静下心好好团练 来到金山区都市的静教感受宁静专心的团练感 因为新庄的小孩他们大部分都生活在很繁杂的 其实都市最让人家紧张的就是他的步伐非常快 然后非常多花花绿绿的选择 所以学生在那种环境下面 他会变得有点无所事成 那把他带到一个单纯一点的环境 好像在金山这样 然后我们再设定一个单纯的情境给他们 他们就可以很简单的为了一个目标 然后去努力 其实我觉得这是目前蛮多学生 他们所面临到共同问题 他们有太多太多的选择 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为单一个选择 尽全力去做好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带到这个环境来 我相信新庄的学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除了可以接受不一样的学校的同学的刺激之外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让自己的选择变得比较单纯化 让自己了解到原来我是要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目标 然后为了这个很简单的目标 很简单的很坚实的去努力 就只是这样 在寒假集训中可以见到穿着黑色衬衫的同学 就是来自新庄高中管乐队的学生 今年新庄高中成绩又易挤进全国赛 因此团练曲目中 也让新庄的孩子跟着练习 而新庄业绩将要接受来自德国交响乐队的交流体验 因此也准备了交流曲目 与新庄高中学生一起催奏 双方互相成长 我们一直很希望说借由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乐团合作 可以找到学生更多的观摩对象 然后特别是学生在学籍上需要一个同伴的感觉 那一直有师长的扶持当然是好事 可是有同伴的互相激励 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所以借由这样的机会 他们不但用音乐交朋友 也在未来的路上 我相信有音乐相伴 他们可以有更多更宽广的方向可以发展 所以这个活动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非常谢谢新庄高中 在这次寒假能够来到金山 跟我们学生一起有这么近距离的 一起共同生活 一起共同切磋 趁着寒假期间学生没有课业压力 可以专心的发展兴趣 让读会区的孩子与近教的孩子互相交流 短短三天的时间从陌生到熟悉 也从挫折到进步 期待孩子们都可以记得团练时候积极的心态 未来不论是面对全国赛还是国际交流 都可以轻松应对跟上一层楼 谢谢拉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